原标题,俄欧在商,中导条约问题,拿或突破中导条约,是冷战默契美素为寻求双方关系,缓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签署的条约,在世界军控史上,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。 但近年来,俄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违反条约,互不相让,美国甚至多次威胁退出该条约,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1月25日,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,重点讨论中导条约问题,虽然双方分歧较大,没有达成相关一致,但会谈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,折示出北约的处理美俄关系上的矛盾态度。 一方面,北约红一在此次理事会上讨论中导条约,是对此前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对话的一种回应,释放出改善双方关系的积极信号。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,一直处于紧张状态,北约始终在寻求改善的机会。 此次讨论中导条约,也表明其试图阻止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意愿,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俄罗斯的认同。 此外,北约也认识到,其大部分成员国地处欧洲,如果美俄撕毁中导条约,欧洲的北约国家最先受影响。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,很可能在欧洲再次部署中导导弹,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反击。 俄罗斯脱离中导条约的限制,为突破封锁,很可能瞄准美国部署在欧洲大陆的导弹,使欧洲国家成为俄美两国军备竞赛的人质。 这,这种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。 为此,北约极力反对美国退出条约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,曾多次向特朗普强调中导条约的重要性,表示该条约关乎欧洲安全。 德国也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,提出应在被决讨论该问题,因为这是欧洲安全的基石。 意大利总理孔克表示,俄美需要保持对话窗口,避免事态严重升级,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辩论舞台。 另一方面,美国是西方国家的老大,在北约框架内,占据主导地位。 北约为防止出现分裂,在很多政策上,必须跟随美国。 目前,在美国对俄指责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,北约也对俄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态度。 1月11日,北约匿书长斯托尔滕贝格,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要求俄罗斯遵从条约规定,表示不排除采取军事措施,解决中导条约困局。 1月24日,德国外交部长海克马斯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面后,宣称俄罗斯承诺向西方国家军方展示9M729导弹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,为能满足中导条约要求,期待莫斯科继续履行中导条约规定的义务。 总体上看,由于中导条约,回根到底是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,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对于阻止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影响力有限,同时,俄罗斯与北约之间,在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依然存在,在需要合作的关键。 领域缺乏利益共同点,其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,对解决美俄之争并不会有太大作用。 一旦中导条约被正式废除,美俄军事对抗将会更加激烈,不仅对世界财军进程形成严重打击,也将家具本已紧张的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,给俄罗斯和北约关系造成重大冲击,这些都是双方不愿看到的。 因此,双方还将继续努力,在相关领域保持有限的合作,尽力维护中导条约,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